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自从奶油生菜更新之后啊 很多小伙伴呢都想要看他和蔡问来一较高下 有名字叫做不服输的蔡问 优雅的蒙尔 最帅的男人散兵一号等等几位小伙伴 这两个搏斗职务 你们更看好谁呢 豆杰呀选择了12位有代表性的招师来当小白鼠 从小鬼到巨人全都有 咱们来看看他俩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另一个小白鼠呢是首长早多的鸡打路障 松花间奶油生菜已经搞定 再看拳黄蔡问 虽然也拿下了 不过比生菜慢了很多 第二个小白鼠呢是屁不冒火的超级火把 心疼蔡问的小伙伴扣个音 第三个小白鼠啊是连巨人都不怕的文化大姐 蔡问先出拳 生菜已搞定 不得不说虽然生菜快 但蔡问的最后一记勾拳很帅 一次回合罗马铁头 每一队呢都解释匹配了两只小白鼠 输赢一目了然 第五个小白鼠呢是百夫掌 诶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奶油生菜是起家搞定的百夫掌 今天的蔡问和奶油生菜呢 他俩是满级匹配 蔡问的满级是20 奶油生菜是10 他俩呢都是伯和家族的 诶有没有小伙伴知到伯和家族有几种族物 分别都是谁呢 知道的小伙伴欢迎在视频下方奔想求来 第六回合是罗马的班学校四级头 心疼蔡问长二的小伙伴 Cover666 第七个小白鼠是全明星 很多小伙伴都说他是奶油生菜的克星 这是高手 在全明星尽量撞上奶油生菜的那一刻 咱的生菜先发之人干掉了他 而蔡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第八个小白鼠 烈石小鬼 傻亮灯炒 蔡问还会被吃掉吗 第九个小白鼠 是手拿板转的三爷 一介猛男 在奶油生菜面前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一试回合咱用二爷来测试一下奶油生菜和蔡问的差距 轮到爆看大爷登场了 看他有狂暴的机会没 不是大爷太弱 而是对手太巧 小伙伴们 今天咱的问题是 蔡问一共被吃掉几回 最后一个压救出场的是总裁巨人 奶油生菜一战到底 大获全胜 通过今天的实验 你们觉得薄荷加足力 还有谁会是奶油生菜的对手呢 他是不是薄荷队的糖霸子呢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咯